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达江 如果说你们对他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你们应该都会对他感兴趣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互动 对对对对 我给他更多的行李上的一些帮助 然后他给我更多粉丝 然后就商业户婆 从你的这儿插着 我在看我周边的人是谁 不是 为什么会你用这个 第一盆第二盆写 我觉得法师还可以吗 可以可以 给你们介绍他叫刘尔昆 我是刘尔昆 现在目前也是在微博做自媒体 也是做内容 主要是相关于文献类型的内容 把它比较做的 做的有点科学吧 他就是用科学 我是用经验 中国杰弗尼帕 对杰弗尼帕 杰弗尼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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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你们喜欢这种风格的话 你们可以去过来注意一下 他们三个都撞山了 哈哈 要爆开了爆开了 哎呀哎呀哎呀 好好吃 你知道吗 我可以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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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好 你上升了 我回来 你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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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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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我们今天的粉丝见面会 和每个大部会 将在10点半的时候开始 所以谢谢 哈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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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稿 谢谢 拍手 谢谢 我上升了 谢谢 谢谢 刚开始我坐在上面 我都不知道该干嘛 我一脸懵得离 整个人还没从早上的 刚起床的感觉 就是恢复不过了 然后翻译的时候 我就记着这段 忘了下一段 然后后面慢慢的就OK 熟悉节奏 然后感觉回来了 他是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 更应该知道他除了训练 除了顶级健美教父 以外他是国外大一个人 是我自己亲身感受到 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追捧他 这么尊敬他 但很多人不自理一些 你其实可以不认同他的一个观念 但是一定要认同他这个人 非常非常好 之后我争取跟 我争取跟查尔斯做更多的一个互动 然后给你们带来一些干货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BFC的这个兼人房 然后准备跟查尔斯 进行一个背部的训练 不是跟查尔斯 是查尔斯带我跟汉堡 进行一个背部训练 因为之前 昨天我帮查尔斯当助教和翻译 然后汉堡帮查尔斯当翻译和助教 已经有三天了 所以这是我们辛辛苦苦 类似于打工赚来的这个时间 不能不能放过这最后的半小时 准备开始训练 明明是我给你们赚来的福利 好好吃 好好吃 现在把她拉了 让我们拎回来 这是ий特地的 走 很俩 对 好 再来 现在 现在 努力 这是 背部已经超级有笨感了 第一个动作做的一个紧后的高位下拉 跟一般传统的高位下拉不一样的事 我们一般肘部是往后拉 但这个动作呢 X24让我们肘部往前拉 往前的话刺激我们的背阔会更多一点 我们基本上是让整个背阔 包括我们大圆肌小圆肌 斜方肌含有我们的后竖都会收缩到 所以说是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动作 他把这个动作当做第一个动作 一个做一个热身 让背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充血作用 6个全程加6个平一半在收缩 收缩的时候做一个静态的收缩 他了解你的身体 基本上经过这一个热身慢慢地增 你的背基本上在第一个动作 就不光是激活了 就已经起到一个很好的训练动作 而且这个动作是我非常欠缺的 因为我做背展光二头的时候 经常感觉不到我的背阔 但这个动作的话 它就会让你感受的 就这个动作对我们的肩关切柔韧性 要求非常高 像汉堡他说他有点肩不舒服 我第一次做这动作的时候 肩也不舒服 但今天我训练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所以一定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 而且你要经常看着这个侧面 有时候你自己觉得你肩膀挺往后的 其实肩膀在这里 不是在这里 第二动作是一个下斜的绳朵划船 让我们从下往上收缩 收缩的同时会有一个转动手腕的动作 手部打开来去挤压我们的下斜方肌 其实是整个上背了 因为这个上背是我最弱的地方 所以他在第一动作热身之后 单独拿出来 让我刺激一下我的脖肉部位 你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确实现在 Roll 继续继续促 but here it's all bad 他说他更喜欢这个动作 因为之前像goes gym 他有可以帮你垫在胸上 然后你去拉伸的 这样拉伸的话 很多时候你不是一个完整的拉伸 因为很多时候你要用到你二头 但是当你用你的腿部 去做平衡的时候 去用和心续稳定的时候 他是个全程 一个全程拉伸和收缩 哇太高了 Hit like me 这边的领域 这边的领域 身体的领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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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领域 是 你能听到啊 这边的领域 是 我的 对 现在看 一步三步 很浪漫 John 當然 伸手,演出你的堆 一跳 放手 膝蓋 握手 放手 十足 滴滴滴滴 複滴滴 拉到最底的时候 他的胸会抬起来 让他的背去反抗 然后你的就可以夹到你的下背 还有你的下背阔 往前拉的时候轻轻的前起 往后拉的时候再挺胸 习惯了 真的是很脏 尤其你把身体挺起来的那一瞬间 这个背 对 对 我还有两个 我还有两个 你可以把衣服脱掉吧 明明叫小萝卜不叫羊虎 给 中斜方 背阔 这些都很中斜 这些全部都很中斜 我想动作拖慢真的不一样 每一个你都做那么慢 你真的觉得自己快死了 而且他运动鬼就这么大 他也不让你多也不让你受 对 对 其实 所以 肩膀是正常的位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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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是一个高位划船 或高位下拉的一个结合体 然后这个动作主要刺激的是我们一个背部的一个中间 也是刺激我的那个下斜方 其实就是背部的中间 这个地方非常弱 还有大眼睛小眼睛 可以让背变得很宽 然后中间变得很厚 然后这动作我们一个保持一个中立位的状态 就是你肩膀差不多快你就拉多快就好了 这地方是很难感受的 一个 就整个背部的一个中间指导 这个背 背部是这样子 然后它的中间 这样整个刺激到这个中间 然后手部 走部的位置属于自然状态 不要可以往外也不要可以朝内 就是一个自然状态 回收间压骨 然后挤压 看 看吧 回收间压骨 挤压 漂亮 回收间压骨 挤压 注意看这节奏感 这节奏感 蹦 拉着胸上 走 拉着胸 下胸之位 蹦 漂亮 当你能感受到的时候 就说明这个动作做的正确 如果说 你说你动作做的很好 但是你感受不到 没有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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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吃力的 最后一动作是一个硬朗 我已经已经很久没练的硬朗了 我刚才练着屁股 屁股巨酸 今天练这么多带核心的动作 加油 加油 谢谢 再见 谢谢 结束了今天所有训练 一会我们会带查尔茨去吃一个牛排 他的队影是非常苛刻 还是牛排或者是鸡胸肉 他现在已经走了 然后我们现在做一个训练总结 这次训练呢让我想起来之前跟他训练 也让我想起来为什么要找他训练 每次他对我去不同时间的我的肌肉成长 都会做一个评估 通过这个评估 然后再针对性子去训练 我觉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因为我很熟悉他了 然后对汉堡来说很陌生 你讲一下你的感受 他真的就不是去玩那种组数和个数 各种超级组地减组 他没有完全没有 一组就是一组 十次就是十次十二次 但是他要求你做的每个个数都非常标准 因为重量其实没有很重 所以你放回去做第二个收缩 累到爆但是我还能做 然后你就累到爆还能做 累到爆还能做 其实每个你能正好完整的感受到 他这个还是收缩的 而不是像一位的如果说自己训练 你有时候可能会 你不是说崩掉那个刹那吗 就会自己感觉欺骗自己 可能会借力啊或者是做个半成啊之类的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教练 然后他来辅导你 他会把你的运动轨迹固定 他会把你的重量固定 然后让你把你的那个心里面那些 杂念自尊心 对这种自尊心压下去 你一定要就是跟他本身这个人有关系 他就比较谦虚嘛 所以你要做就做自己能承受的一个重量 然后他说你跟他训练 你就得相信他 你不要说你找一个人训练 高人训练 然后他讲的跟你的理念有不一样的时候 他是觉得你应该去相信他 要不然你就不要找我 如果你找我你就要听我的 健美选手还是比锡尼选手 反正就是任何一个健美选手 都是这样子 你如果找一个教练 你就要一定完全相信他 在相信他的过程中 才能完全接受他的训练理念 我跟他训练我说了不是说训练他的动作 虽然他动作也很牛逼 我跟一个人学习 都学习他的训练理念 你就知道他为什么教出来这些人这么牛逼 你也知道他为什么练得这么牛逼 比如说我之前跟那个Sean Roden 比如说跟Brandon训练 学习他们的训练理念 这个是更关键的 所以希望这个视频对你们有帮助 通过简单的视频 能大概感受到查尔斯的训练理念 希望之后有机会去美国找查尔斯继续训练 或者说把他邀请到我们的健身房 而且这堂课很贵 看视频的你们 你们至少赚几千了我跟你讲 因为他会全身心的投入到每个人当中 对他会帮你卸片装片 这是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做教练的准则 然后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喜欢别忘了准评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